欢迎收看今天5月20号礼拜五的五万零号台事新闻 我是洪乃荣 一开始在您来关心到的是屏东县恒春 20号一早就降下了大豪雨 导致不少地区出现了积水的情况 灰山路口出现了落石 恒春镇内以及车程各式一度传出有淹水的灾情 根据恒春当地的侧站资料显示 从早上的5点到8点 累计雨量已经高达了200毫米 达到了致灾等级 其他地区像是墾丁石雨量也达到了84毫米 提早气象专家证明点发出了一张卫星云图 上头一整片的紫色对流就集中在屏东上空 也提醒民众务必留意 大雨倾斜而下 道路上一片汪洋 大街小巷同样积水形成小河 这雨下的又快又急 车内驾驶只能缓慢行驶 但车内还是借起将近一米高的水花 吓坏民众 屋顶瞬间成了小型瀑布 积水也淹进住户家中 就怕雨水往家里冲 民众连忙关起门 路上交通也传出灾情 车辆疑似抛锚卡在路上 动弹不得 疑似大雨冲刷土石松软 桂山路口也出现落石 车程国小旁地形低洼 每逢大雨就淹水 也让民众苦不堪言 冰城那时候雨是很大 大概什么时候开始淹水 早上七点左右 二十号一大早 受到南方原性影响 屏东恒春降下好大雨 而根据当地测站资料显示 清晨五点开始到八点三小时内 就测到两百毫米雨量 达至灾等级降雨 在恒春镇内及车程等测站 三小时也累计达一百七十毫米以上 另外肯定一小时也有达八四毫米 惊人雨量成为全台土师当日之冠 恒春半岛毛巴泰家会在 哪一个地压区里面 所以天气 水气非常多 天气非常不稳定 那部分区域接近八毫雨 不止气象站发出警示 气象专家证明点 更是一早就在脸书上贴出卫星云图 连三个惊叹号提醒民众 天空子曝有大雷雨 千万要小心 也引来当地民众一片哀嚎 指乎雷雨已经轰炸一两个小时 真的很像炸弹降落 提醒民众未来还是有强降雨发生的几率 务必要多加留意 记者苏世伟 评论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赞 订阅 转发 赞 订阅 转发 赞 订阅